每每提到MPV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 脑海中最先浮现的就是别克GR8 的确这款车在商务领域已经做到了深入人心 但是呢 它也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被解决 那就是不够不傲 虽然厂家已经推出了N5尊和艾维亚等细分版本车型 进行扒高 但始终无法与自带品牌光环的Alpha等车型抗衡 不过今天啊 品牌为我们带来了最终的解决方案 那就是我身边的全新旗舰MPV 别克世纪森锤 别问我为什么先聊第二排 因为真的是太舒服了这个座椅 18项电路条件 160度的靠背倾斜角度 5大热感分区加热 和9种按摩模式 同时呢 还有这个超宽的坐垫和靠背 咱就是说 飞机头领舱也不敢这么玩啊 不过这些啊 还不是最仨人的 看见我坐一边上这8英寸的派当了吗 知道为什么要给它配一块高通815芯片了 因为坐在后排的大牢 就是靠它掌控全车呢 当需要独处空间时 只需要轻轻一点 就可以将32英寸的智能屏升起 同时呢 配合手机互联和BOSE音响系统 便可以来一场试听盛宴 真的非常享受 而当你需要情调时 这个pad还可以对星空顶和氛围灯进行控制 甚至连流星的颜色以及亮度都能调节 这你受得了吗 除此以外 像什么后排空调 座椅通风 加热 按摩 以及与前排驾驶员沟通的Cambon Talk功能 都集中在了这个pad里 操作体验 极其流畅 虽然别克世纪三锤的重点在后排 但是啊 它的前排也一点不差事 全新一代VCS智能座舱的引入 让车辆前排拥有了一块30英寸的屏幕 无论是UI设计还是清晰度都值得好评 另外做工与用料方面 别克世纪森锤的舱内采用了大量的实木材质 并且配合雷雕工艺 营造出了山水纹理效果 OK 说完车辆的前后排配置 咱们来聊一下空间 其实真的有点多余啊 一款中大型MPV配四座 空间想不宽敞都难 所以啊 我也甭给您展示什么腿部空间与头部空间了 咱直接调成修气模式 展现一下它的实力 瞧见没有 躺平 没毛病 那接下来啊 咱们到车外再聊一聊外观 看到别克世纪森锤的外观后 你们想说什么 前卫大气有面 没错 这些啊 它都具备 飞檐展翼式前脸设计 搭配大尺寸的进气颗衫 视觉冲击力真的非常强 前脸两侧的前大灯组 在造型上模仿了雨衣形态 灯枪内部拥有90颗光气交互的LED光源 璀璨夺目 而且科技感满满 来到车侧 四座版车型采用了独有的观山飞雪拼色设计 在阳光照射下 能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车身尺寸方面 别克世纪森锤的车长已经搭档了5230毫米 轴距为3130毫米 在国人以大为美的审美趋势下 这样的车身尺寸 足以将旁博恢弘的气质 彰显得伦理尽致 别克世纪森锤的车尾设计以简约为主 四四方方的造型是MPV的典型特征 除此以外 它还使用了贯穿式尾灯 灯枪内部的七字型字样 与前点形成了完美呼应 整体来说还是很时尚 我们都知道 别克GL8一直都是商务出行领域的扛把子 这次的别克世纪森锤四座版车型 其实也是偏向商用 不过二者并不冲突 因为它的定位要更高端一些 都有更加充沛的后排乘坐空间体验 以及更加丰富的科技性配置 与舒适性配置 总之它的出现 就是为了让别克品牌MPV的产品线更加丰富 也让那些喜欢精装修 并且想要凸显社会地位的大佬们 有了新的选择 那除此以外呢 如果您没有那么多的商务需求 其实也可以看看六座版车型 一商一家也很不错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